M1戰車掛了 愛國車飛彈掛了 只要推進戰場就掛 烏軍今天的頹勢 志氣衰退 這個是沒有幫你用武器去彌補的 俄羅斯是蠶食 一步一步蠶食很輕鬆的打 根本沒有所謂的什麼 什麼大規模的攻打 並沒有所謂的會戰 而是只要一接觸烏克蘭就撤退 那你美國給他610億 這個根本無關緊要 好這一節趕緊來關心 是烏冬目前的前線的戰況 到底有多激烈 這一位是來自於武裝部隊的總司令 塞爾斯基 我們來看到他怎麼說 塞爾斯基說 烏軍目前是已經被迫 共是有三個村莊 都在進行戰略的撤退了 而且俄軍仍然繼續的沿著 超過1000公里長的整條戰線 持續的展開攻擊 特別我們要來關心的是 在烏冬的重鎮 這個地方是阿夫迪夫卡 以西的地方 正在爆發激烈的會戰 再來看到 俄烏目前的戰略又是什麼 我們可以看到 現在這個戰爭上面 主要透過導彈 無人機 他們互炸彼此的能源跟軍事設施 狂轟母炸之下 路透社的報導 現在烏克蘭當地已經有八成 它的傳統熱力發電 還有35% 我們看到它的水力發電的能力 都已經受到嚴重的受損了 導致烏克蘭現在到處都停電 我們看到俄羅斯朝自己的能源設施發動攻擊 烏克蘭就趕快也發動回 距它的夜間大規模無人機的攻勢來襲擊 現在俄國南部的克拉斯諾達地區 一共在當地有兩座的煉油廠也受到了侵襲 我們可以看到俄軍這一波攻勢已經非常的明顯 在戰略上除了就是衝著烏克蘭的能源設施 如今還多了鐵路的設施 目的就是要癱瘓 什麼呢 接下來美國即將要針對烏克蘭的軍援 可能即將到位了 這當中軍援 這幾天我們也幫您提到了 烏克蘭提供的部分 包括來自美國的部分 包括610億的軍事援助之外 再加上26日最新宣布的加碼的60億美元 也提供的是 烏克蘭現在最需要的愛國者飛彈 還有國家先進地對空飛彈系統的攔截武器等等 現在感受上讓俄羅斯真的很緊張很不安 一波大規模的攻勢 我們也可以看到因此正式的展開 我們趕緊來關心基輔原本認為收到 美國610億美元援助方案所送來的這些武器 就可以穩定戰局 但是我們看到現在怎麼回事 它的東部戰線的戰況 突然間快速惡化 怎麼回事 魏緣 我覺得瑟爾斯基他講話是講得非常的巧妙 可是他想要掩蓋一個很嚴重的事實 就是說被迫從三個村莊做戰術撤退 不是是被擊敗的 而且被擊敗的灰頭圖連 這個灰頭圖連沒有任何可以解釋 就一個理由就是士氣衰退 士氣崩潰 因為那個奧切 那個叫很奇怪的名字 奧切什麼特 那個城莊是一個重要的一個據點 結果呢 照道理的話 俄羅斯的軍隊直接從正面打進去 結果其他人就撤了 就表示他的士氣已經衰退了 而且其他人也沒有要趕過來救的意思 那如果這樣一突破的話 那整個那一條戰線上面 已經不叫戰術撤退 而是士氣衰退而潰敗 所謂長達一千公里的這個戰線 俄羅斯展開攻擊 這個距離事實有點遠 因為俄羅斯是蠶屎 一步一步蠶屎 很輕鬆的打 根本沒有所謂的什麼 什麼打規模的攻打 結果現在 我們只是確定前一段時間 烏克蘭發了很大的錯誤 就是把三年的一個疫期 服役就可以退役的東西取消以後 現在很多烏克蘭軍人根本就是 打仗就有氣無力啦 所以很明顯的 一個已經九個月沒有輪掉的軍隊 去面對一個每一個月輪掉一次的軍隊 問政總編就知道了 那個度假回來的俄羅斯軍隊 跟那個一直在戰場上 待到已經感知能力衰退的烏克蘭軍隊 這樣一接觸一打的話就退 一接觸打就退 所以在阿夫迪烏卡以西爆發激烈廢戰 也不是事實 看到坦克車沒有 沒有 只看到轟炸 然後砲兵打 就這樣子而已 所以並沒有所謂的會戰 而是只要一接觸 烏克蘭就撤退 接觸撤退 這是個很嚴重的問題 這已經不是武器能夠加強了 那你美國給他610億 200多億是要補逆美國的庫存 已經被烏克蘭消耗掉的 100多億是要做什麼 買一些新武器給烏克蘭 只有90億到烏克蘭自己去發薪水用的 這個根本無關緊要 那你烏克蘭說去攻打俄羅斯的能源設施 問題是俄羅斯體量太大 你打他南部對他國力根本沒有影響 可是當你俄羅斯攻打你這個烏克蘭的基礎設施 或能源設施 你就那麼一點點而已 一打都沒有 所以你說80%的發電廠被打了 可是不要忘記 你打那麼多他的練油廠只佔他比例一點點 這個就是國力差距太大所造成的 那你說俄羅斯要破壞鐵路基礎設施 時候攤販軍用品 這早就在做 不是昨天做 因為烏克蘭的很多的運輸路線 基本上就是說他的鐵路運輸已經成為 差不多在靠近烏東的話 已經有百分七八十癱瘓狀態 然後他的鐵公路很多地方 已經被這個烏東的鐵公路的部分 已經被這個俄羅斯的軍隊 在很多據點上面已經給控制住了 這是最麻煩的事情 所以烏軍今天的頹勢有指揮不當 換總司令不當 還有那個人員不夠你搞了一個所謂的延長議期 士氣衰退 這個是沒有辦法用武器去彌補的 你不能期望每一個人在戰場上停久各位 還有很強大的為國犧牲的決心 那個是不現實的事情 所以烏克蘭軍隊最大的問題 就是在他們領導的系統上的作風有問題 你說好吧 給你先進的這些防空導彈 那你只能防擊斧啊 現在問題是來了 那個俄羅斯不用打擊斧啊 那你說能不能把所謂的 陸軍戰術導彈推到戰場去 你又不敢 一推到戰場去 俄羅斯就拿比手導彈來打你啊 又不是沒有經驗 以前推爆二 M1戰車掛了 艾國車飛彈掛了 只要推進戰場就掛了 所以你只能保護大都市 俄羅斯沒有 就是沒有要攻擊的都市 而俄羅斯偶爾丟丟炸彈 這種都市你可以 那其他你根本無能為力啊 就是現在烏克蘭進退為股 最重要的原因 好 烏克蘭現在最大的問題 其實就是軍其實非常 他的整體的氣氛非常非常的低迷 所以有再多的武器進來 現在也恐怕會能夠幫助的幅度 大家也非常的提出質疑 我們繼續請教總編 剛剛委員已經幫我們提到了 其實能源設施跟鐵路 他們一直都是持續在攻擊 尤其是鐵路這一波 東部的地區 尤其70%都已經癱瘓掉了 接下來這一波戰略攻勢 您覺得影響的程度大嗎 對於烏克蘭來說 其實俄羅斯應該抓到烏克蘭 目前欠缺的幾個關鍵的薄弱點 首先在這個前線地區 剛才這個蔡委員有講到 其實說白了 烏軍現在狀況就是失老兵疲 整個部隊非常的疲憊 而且過去一陣子 你看到澤林斯基拼命 向西方的領袖說 給我防空飛彈 或者反無人機系統 不斷地呼籲 防空飛彈其實是非常重要的部分 過去我大概去年夏天的時候 我認識一些台灣的學者有一位 他還曾經想盡辦法到烏克蘭境內 去體驗一下戰場的狀況 當然他沒有到烏東 但他有到基辅 有到卡卡夫 也有到奧德薩 他說當時的狀況就是 遠離前線 似乎烏克蘭有些地方 生活和造就平常差不多 他也可以在基辅租車 這讓我們很意外 但是現在想一想 當時和現在有一個很大的不同 就是當時其實歐美大批的軍員 他防空飛彈系統 包括我們熟知的美智的愛國者系統 還有德國的IRIS系統 甚至法國 英國都有給他防空體系 但打了半年左右 他的防空系統大量消耗 因此他目前的防空系統 只能部署在重要都市 或者政軍中心 比如說基辅附近 還有一些戰略性的都市 那前線部分 其實目前都處於一個被動挨打 那另外對於鐵路 這種重要的節點 特別是物流中心 給予你強大的破壞 讓你的整個 包括軍工產業 你的運作癱瘓 你的民生也癱瘓 這個對於你的軍事動員的能力 生產能力 甚至民心士氣 都會造成很大的影響 尤其是我們知道 烏克蘭境內 它主要的軍需是通過鐵路 我們可以看到 歐美公布的許多 運雙甲車 運這些戰爭物 幾乎都用鐵路 因此鐵路的重要節點 如果說被大幅的破壞或癱瘓 對它前線 乃至於一些 軍隊重要的物流 都會產生極嚴重的影響 那俄羅斯就是趁 目前這個 你有狀況的時候 要你命 給予你最大的傷害 因此 目前現階段來講 確實是烏克蘭 目前處於一個 比較低谷的狀況 當然 烏克蘭對於說 歐美的軍援 是非常非常的期待 但 不管是600多億 或歐盟 或者歐洲願意 軍援的多少億歐元的東西 我認為 在物流整個 受到大幅破壞 那即使它的裝備 陸陸續一進來 但你能不能有效的 快速分配到前線 目前會存在 越來越大的問題 好 現在包括武器的生產 絕對是已經碰到 很大的問題 接下來美國 其他國家的供應 可能會上來 但是運輸被受阻 這個都是未來 最大最大的問題 我們可以看到 美國現在 最近數週 除了剛剛 總編幫我們特別提到的 愛國者 防空飛彈 這個非常重要之外 現在還是不夠 美國最近秘密運送的 就是這個射程非常長 300公里的陸軍戰術 長程的飛彈給烏克蘭 針對此 有一個國家非常不高興 北韓 國防部的對外事務的這一位 是軍事事務局局長 在聲明中就痛批 美國你秘密 提供長程飛彈給烏克蘭 是會引起國際社會的不安 還有關切的 美國官員也解釋 他說你北韓 你先前也提供長程飛彈給俄羅斯 所以我們美國才轉念 我們也決定要提供飛彈給烏克蘭 這一番言論 請問嚴老師如何看 有沒有五十步 笑百步的感覺 當然就是說 我覺得美國要去跟北韓去計較 稍微有一點大國跟不入流的國家計較 有一點點貶低身分 但是講真話 如果我們看烏克蘭自己前線的軍 他們確實面臨到一個狀況 就是他們認為說他們能夠轟炸俄羅斯 跟俄羅斯轟炸他們的比例 大概是七比一 就是遭受的砲擊什麼等等 所以你要是沒有這個飛彈的系統 真的是我們學政治 他們學軍事比較實際就講說 撤退潰敗 我們叫轉進 只好轉 你不要讓我笑好不好 嚴肅的氣氛當中 沒有 他們就只好轉進 那當然現在我們看到 責倫斯基或者烏芳就在等美國現在通過 國會剛通過這一筆新的援助預算 那覺得像打了一個強行針 覺得有一些幫助 那確實就是說今天北韓提供了 可是北韓其實我自己來看 我也覺得說北韓 他因為他真的沒有打仗 他這些東西武器擺久了也要消耗一下 拿出來做好事 他覺得是做好事也蠻好的 然後他可以再生產新的 那我覺得對俄羅斯來講 北韓等於是也給了一些吉時雨 然後來消耗 那我覺得美國今天應該 再去找他的一些盟友 沒有打仗的盟友 看你們還沒有庫存都拿出來 然後以後再答應你們再補薪的 我覺得這個其實就是一個消耗 我認為今天烏克蘭這個戰場 其實就是在西方跟東方 跟俄羅斯之間 在彼此消耗一些存貨 然後看有沒有新的東西可以進來 然後大家可以研判出來 未來新型的戰爭可能更需要的是什麼 但我覺得北韓你也不必笑美國 但美國更不應該批評北韓 好 承接顏老師幫我們特別提到的 不同的兩股勢力 其實現在在國際之間不斷的崛起 我們要帶大家來看到 除了美國現在在援助烏克蘭之外 當然了澳洲加拿大也都加入 他們決定要加大對烏克蘭的 軍事上面的援助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他還放話說 如果是中國再次的協助 二打烏戰的話 美方將會針對超過100個 中國大陸的企業予以經濟上面的制裁 剛剛我們提到了 現在兩股勢力在崛起面板上 手板我們也帶您來看到 這是來自於金融時報所做的分析 英國金融時報特別點出 現在有一個新軸心 好 新軸心的組成國 這當中包括了有中國大陸俄羅斯 跟伊朗和北韓 一起來對上是現在另外一頭 以美國為首的這一些西方聯盟 兩股勢力在做鬥爭 而且我們現在要來觀看說 兩股不同聯盟的勢力 是否可能在國際間繼續的擴大 而且越來越明顯 委員怎麼看 很多的媒體亂寫 這媒體就很不負責任 關鍵在哪裡 關鍵說 他們要把俄羅斯北韓綁在一起 叫邪惡軸心 問你在邪惡軸心裡面互相不爽 那很機率 像中國大陸對北韓不爽 這也是大家公開知道的事實 他不敢叫中國邪惡軸心 不敢說 我講的是金融時報的說 新軸心 我覺得美國政府不敢 美國政府不敢 所以我是覺得 他們現在是在烏克蘭的策略錯誤 想要找替死鬼 又找著東不向西不向 我是覺得 這些人乾脆彼此摸一摸下台算了吧 不要再在這邊混了嘛 所以 為什麼這兩天 美國那個幾個搖擺桌的民調出來以後 竟然那個整天跑法院的川普還贏了 這讓我很壓抑啊 那一樣的道理啊 現在 馬克宏的那個 自政黨的地方選舉也輸啦 很多歐洲的地方選舉也輸啦 連德國那個誰 那個德國消資的政黨也輸啦 日本也輸啦 所以你就知道說 就是你們這些當時騙我們去打仗 你騙老百姓啊 你出錢出力 我們來打烏克蘭啦 就講的沒有一樣是對的啊 對 而且還被烏克蘭的責任司機騙了 對 所以現在已經亂成一團 亂成一團就要推責任 哎呀 就是我們兩個集團對抗 誰跟兩個集團對抗 是 中國現在整天雙手一擺的在喝茶啦 哪有跟你對抗 這一節我們來關心烏爾 在美國國防部長奧斯丁 4月16號 和中國的國防部長董軍 進行通話 這是美中兩國防長 已經將近17年17個月了 首次的展開對話 這一次我們來看到美中防長 討論了台海還有南海局勢之外 也聚焦在俄武戰爭 五角大廈對這一次的談話前 對外宣稱說 中國向俄羅斯出售的武器設備 已經激增太多了 好 這當中他特別提到細項 有這些比如說機床 微電子 光學 無人機 巡弋飛彈技術等等 其實做了一個統計說 2023年俄羅斯九城的微電子 他說都是從中國大陸來的 包括了七成的工具機也都是 莫斯科就用這些設備 大量的提高他的軍工產能 美國官員還說 現在中國大陸協助俄羅斯 提升他的國防產能規模 已經是蘇聯時代以來最多了 接下來美國有能力來施壓中國 減少對惡的援助嗎 等一下我們請專家解讀 另外一頭這場戰爭 也打心理素質戰 責羅斯基快要撐不住了嗎 我們看到他這幾天吃醋 傷心 他不斷地對西方喊話說 全世界都看到你們 對以色列的援助了 烏克蘭也需要 我們也需要的 沒有想到是直接遭到 白宮的官員科比回隊 他說你烏克蘭不是以色列 話都說到這個份上了 我們要來看到 美國的600億軍員真的到得了嗎 今天專家我們一次來做解讀 先來看到這一場 美中防長三隔17個月的首次對話 美國能夠施壓中國 減少對俄羅斯的支持嗎 大宗老師 我覺得其實不容易 因為俄烏戰爭打到現在已經兩年多 我覺得美國目前對於 中國大陸的這個壓力 跟這個口徑是比過去更嚴格 我們回顧一下 一開始美國所要求的地方是 你不能提供俄羅斯軍員 到了去年有個名詞 就是大家應該也聽到了 就是不能提供俄羅斯致命性武器 但現在它的這個專注的焦點變成 比較像是軍民兩用的一些科技 所以這裡面所列舉的 包括機場 微電子 光學 無人機 軍衣飛彈 各式各樣的飛彈的技術跟零件 現在被美國端上檯面上 對中國大陸施壓 但我覺得這樣的施壓 其實不會見得有效 因為我覺得北京的立場 還是踩得蠻穩的 就是說基本上北京的講法是說 我們不會提供俄羅斯軍事援助 包括武器彈藥 其實如果說美國有這方面很 怎麼講 很赤裸的一個證據的話 其實早就被彈在台北上 所以我覺得去年講的 和前年講的美國比較是一種嚇阻性的 你不要做我仔細觀看 如果有的話我會在 國際各個場合裡面 各重要的場合裡面 把這證據彈出來 也是做一個嚇阻 但基本上我覺得中國大陸 並沒有踩那個線 它並不是直接提供武器 彈藥 裝備跟俄羅斯 但現在在這些領域裡面 還有上面沒有提到 包括5G 衛星技術的合作 還有一些人講的說 如果是用來做戰場上來做運用化 那包括像挖掘機 怪手 其實美國也在顧慮 因為不管是戰場上的運用 挖戰吼 做很多大型的機台設備 其實都可以拿來做戰場的運用 所以美國我覺得是這個場合裡面 美國一定會談俄物戰爭 一定會老掉重提說你不可以軍援 但現在的講法真的比以前來得更加的嚴厲 口徑更緊 範圍限制更多 好 相較於美國印要說 中國大陸有大舉支持俄羅斯的軍工業 我們來看到烏克蘭這一方 現在又是怎麼樣 烏克蘭現在武器彈藥 大家都知道絕對是越來越危急了 所以總統澤倫斯基 現在也在繼續的喊話 4月16號這一天他說 上週在缺乏防空彈藥之下 烏克蘭我們先是擊落7枚飛彈 結果後來之後只能認後續4枚飛彈 直接摧毀首都基辅最大的發電廠 叫做特里皮利亞 針對此我們來看到美國又怎麼回答 這一位是美軍的歐洲司令部的司令 他是卡沃里 他也向美國的國會提出了警告 如果說你再不批准後續對烏的援助 那麼俄國他說幾週內 就可能用這個炮彈數量 是10比1的一個超級絕對優勢 進入到對烏俄戰爭 而且這一場戰爭繼續 就會到了一個決戰決定性的時刻了 我們可以看到烏克蘭現在防空彈藥都沒了 俄羅斯越來越少 俄羅斯飛彈對烏克蘭的基礎設施打擊 能夠造成多大的一個衝擊 請大謙委員繼續來幫我們看 就當然如果他的防空飛彈 還沒有有效的補足的話 俄羅斯對烏克蘭的打擊效果 一定會持續的擴大 那麼特別是最近俄羅斯是針對了 烏克蘭境內所有的這個能源設施 開始進行全面的攻擊 那麼他某種程度就是希望 癱瘓掉他們的能源供應 然後瓦解掉他們的戰鬥意志 因為其實對俄羅斯來講 我也不認為俄羅斯希望打個天長地久 所以俄羅斯當然就是希望 在某種程度之下以戰逼合 逼著烏克蘭盡快的上談判桌 那麼大家至少有一個停戰的可能性存在 但是現在這樣的想法 其實跟澤倫斯基跟跟美國的想法 顯然不一樣 就是美國現在已經是玩上癮了 他藉著這場俄烏戰爭 他弱化了俄羅斯 他拖垮了歐洲 他自己賺得滿滿的 賺得飽飽的 不管是他的能源業者 他的這個軍火商 他當然是希望在這個俄烏戰場上 繼續榨乾到全世界各式各樣的利益 通通都流到他美國的口袋 那麼對澤倫斯基來講 現在如果停戰的話 澤倫斯基可能他就要立刻下台了 其實不管說他自己有沒有貪腐的問題 澤倫斯基現在也顯然不能夠 完全掌控他自己的政府 所以他在不斷地換來換去 把他身邊的親信 不斷地在走馬燈士的進行調配 那麼就是因為澤倫斯基自己的領導威信 也受到了很大的影響 所以這兩個人根本就是不想 讓這個戰爭結束的 但是我要講的是 澤倫斯基現在很明顯的就是在情緒勒索 如果你早知如此 何必當初呢 你有種去惹人家 你就要有種自己有能力打贏這場仗 我第一次看到全世界有這種國家領導人的 就自己沒能力去打贏這場仗 又要去惹了旁邊的鄰居 然後惹完了之後要去惹索全世界 叫全世界大家一起要站在你背後 這到底是什麼樣的理由跟原因呢 所以澤倫斯基當時如果不要去幹這件事 大家有多少人對他提出警告 梅克爾警告他多少次了 沒有必要去做這樣的事情 不要去尋求加入北約 他如果不要做這件事情 現在就算俄羅斯想要打他 也找不到一個好的理由 所以其實澤倫斯基在美國的慫恿之下 開始了這場戰爭 那你自己就要有能力去承受這場戰爭的後果 你不能夠回過頭來去勒索全世界 好像全世界都欠你烏克蘭的了 就麻煩是你惹的 然後大家要幫你去扛責任 這樣的話說不通的 所以在這場戰爭開始之前 我就曾經說過 我說久病床前無孝子 久站門外無朋友 就站了兩年了 你還要期待全世界大家上下一心 然後大家勒緊褲帶 陪著你烏克蘭共赴國難嗎 我覺得這太困難了 好 我們繼續來看到 如果是這樣的話 炮彈數量 剛剛提到是10比1 這個火力差距會持續的擴大嗎 如大謙老師幫我們看到了 這個接下來該如何演變 會怎麼走 我想火力確實是會有影響 但是火力不是戰場自身的保證 從剛才大謙所講 真正關鍵還是作戰的意志 所以這裡頭還是存在了有很多的變數 那在這個戰場上交鋒 毀其力 奪其空 都要硬幹到底 那個都是大量的犧牲 但是上期時 硬生生把某一個時機拖垮 或者拖過 這個很可能到的是最後 惡務戰局 有這個就是翻轉性的變化 也就是說現在 這個就是這個 到底哪邊看出來的疲態 顯然是支持烏克蘭這邊 我們都講施老兵痞 而且人家這個所謂的 就是烏克蘭的這個叫做痞類 或者這個我們把它講的施老兵痞 都老早就已經呈現了 再加上美國這樣撥款 在這個國會跟行政部門之間的角力 我覺得這個今天在這個狀況之下 我倒是有一點我不太同意 就是大謙的講法 說是責倫斯基就是把這個戰爭給挑起來 因為他不是他率先攻擊 而是你製造了某些 就是說讓這個莫斯科感到不安 所以從當年2013年年底的顏色革命 後面的2014 這個等於說2月20號就是 俄羅斯去奪取克里米亞 然後兩個邦要脫離 其實這是一連串 那有沒有可能可以收的 其實當年的明斯克協議 或者新明斯克協議就已經有機會去收 但是這個真正把它往前推的是 華盛頓就是你千萬不能停 所以明斯克協議被破裂了 新明斯克協議也破裂了 然後對於那兩個叛離的幫 那個戴尼斯克跟魯康斯克 還是在繼續在那邊施壓 所以才會到2022年2月24號的全面的爆發 所以在這個行星之下 這個爆發之後 那一週之內 他土耳其就出來要議和 所以今天折倫斯基不是因為他挑起戰爭 而是不知見好就收 也就是說換言之 這個看到棺材了還不知道流淚 看到黃河心還不死 你怪不得別人 好 折倫斯基要不要停下來 其實背後還有關鍵美國 美國接下來要不要幫忙等等的 老師我想要來看到接下來 你看美國600億答應他的援助會來嗎 現在卡在眾議院會過關嗎 我覺得現在看 因為現在百公釋放訊息是說 他要看眾議院提出的法案的詳細內容 他並沒有打死說 因為現在傳述訊息是眾議院想要拆解 把這個大的這個900多億的這個案子 分成三部分 第一部分可能是烏克蘭 烏克蘭其實最有爭議 第二部分是幫助以色列 大概140億 第三部分是印太跟台灣相關50億 還有一些可能是跟這個人道援助相關 那其實參眾兩院裡面 尤其是部分的共和黨人 是對烏克蘭是非常非常有意見的 這就是為什麼一開始去年到現在 拜登一開始的做法就是捆綁 捆綁意思是說 你們都很支持以色列 也支持台灣支持印太 要抗擊中國大陸的威脅 但是我很重視烏克蘭 因為烏克蘭 拜登的政治上已經跟烏克蘭是綁在一起 包括今年的總統大選 所以用這個方法 最後是在參議院裡面 還不錯 60幾票是贊成 因為代表說 部分的共和黨參議員是買帳的 但眾議院我們知道有 眾議院議長是強身 對 他也承受很大的壓力 所以現在才說他可以拆解 也是某種程度的浪步 那拜登也要看 那還有一個是在局外人 但很重要叫做川普 因為川普之前是最極致鮮明說 他反對 無條件開空白支票 協助可能給他再600多億 他說這不是美國的優先利益 核心利益 但他現在的講法是有點緩衝 他說如果這600億是貸款的 不是無償的 他可以考慮接受 所以現在就看 可能會拆解投票 我覺得白宮也沒有說一定不行 但現在就要看 最後就是白宮一個協調 因為目前的我們知道眾議院裡面 共和黨是很微弱的多數 強身的這個國會議長位置也不保的 因為黨內的極右派議員對他 爬出很多的挑戰 那參議院倒過來是參議院 民主黨些微多數 但是這案子已經過 那目前就取決於這個眾議院 外來討論跟白宮的一個協調 我覺得有可能會過 有可能會過 有可能會過 謝謝老師 大家簽委員同樣一個問題 我們簡短回答你怎麼看 當然就像剛才大中所提到的 那最終我相信還是會達成 某種形式的妥協 只是說那個妥協的模式是什麼 因為我剛剛那邊張靜老師在笑說 那個600億的貸款 誰都知道他還不了這個貸款 那當然有沒有可能用這樣的方式 這個平息掉大家的這個旗艦 的確也是有可能的 但是拖過這個時機 老師剛剛提到了 時機才是關鍵 其實拖過了這個時機 這筆錢就算到位了 其實對烏克蘭的幫助也是有限 沒錯 好 謝謝委員 我們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我們看到這次烏克蘭 除了早上外援 就剛剛大使幫我們特別提到 這個烏克蘭來 德國來做幫忙之外 我們看到俄羅斯接下來 他又自己會做了哪一些的準備 還有烏克蘭方面 又做了哪一些準備 我們剛剛一開始就提到 烏克蘭現在軍方也擬了 未來是說要加入婦女 一起來參軍 其實大家還記得 這個幾個禮拜前 澤洛恩斯基他才剛剛簽署 新動員法 這個法將入伍的年齡 本來是27歲 一口氣降到25歲 然後說要新增50萬名新兵入伍 現在又要再加入女軍 那烏克蘭的武裝部隊的總司令 這位是塞爾斯基他也透露說 俄軍領導層現在甚至都已經定出期限了 我們來看到在5月9號這一天 他們的目標就是要奪取在盾內茨克州的一個行政中心 烏軍我們可以看到持續的喊要徵兵 為何都無法延緩現在俄軍的攻勢 他一直喊說要出兵 難道是這個新戰已經被看破了嗎 嚴廷將軍 我們可以知道這一次烏克蘭戰爭 他就算是動員這些 動員50萬也好 因為動員完畢真的要整編 整編要訓練 訓練要操作武器火炮裝備 才能夠發揮火力 這個成熟之後才能夠送上火線去作戰 那他這個都要時間 那如果沒有經過這些訓練整編的這些 相關的程序送到會 那這炮灰 人家俄羅斯他是站沙場老將老兵在那邊 然後這些都是炮灰上來 武器操作他不成熟 怎麼樣在這個狀況之外 該什麼樣該扶著的時候 該什麼該扶起這時候該發揚火力 他沒辦法掌握 什麼時候該掩護 什麼時候該發揚火力 他能夠掌握得住嗎 他這樣往都不知道 他這樣送上戰場 他發揮的戰力非常有限 可能會造成非常大的戰損 那就是變成炮灰了 而且我們來看 在按照整個國防工業前例 俄羅斯的他的軍火 不斷的在自己的生產 加班 趕工出來 那德倫斯伊他一直要西方的蓋 他又給他愛國者 給他火炮 給他飛彈 這樣子 這個俄羅斯戰爭潛力 就什麼國防工業潛力 是一直還在持續的 保持這個持營保態 但是烏克蘭沒有 烏克蘭沒有 而且烏克蘭是新兵 新兵再加上像他要武器 你的整個的 這個戰爭潛力是沒有的 那俄羅斯不一樣 俄羅斯的話氣定神弦 他打的話 他現在還有一些游刃有餘 變成整個作戰節奏 是掌握在俄羅斯的手上 那是變成整個的烏克蘭 他陷於被動的態勢 這是被動態勢非常不利的 他不要說是招50萬 他就算招80萬的新兵 問題是他不會操作武器 這些都要有時間 一分訓練才有一分戰力 你沒有訓練把它送到戰場 那是沒有戰力的 那只能算人頭 沒有戰力 是這個樣子 那這樣的話不是死更多 你看他現在男生死光了 現在招女生 女生死光之後 國家在哪裡 因為將來的時候 戰爭中有結束的一天 這些女生是要生小孩的 你的女生都沒有了 將來怎麼生小孩 那現在人已經走了 都暫時殺場了 女生要生小孩 女生也沒了 國家整個不是 整個斷層斷代 這個代統統沒有了 年輕人統統沒有了 那老年人沒辦法生產 所以他現在把女生都招進來 我認為這在國運 我們講的說話 整個國運投進去了 所以我認為他的期望值 跟他的人力是天差 天壤之別 你的期望值跟他的實力 不能有太大的差距 太大落差 可能但是我們講到 起戰容易 中戰難 這個一戰打起來的時候 烏克蘭他完全沒有中戰之道 到底我們今天做任何投資 我們只要有停損 你要有停損的時候 這個時候風險管控 他沒有風險管控 沒有停損 沒有戰爭的停損 那要無盡的投下去 那整個國家 國賣民命不是都沒有了 所以他認為這個戰爭下來 不是考試戰爭的勝敗 要考試戰爭後的國運走向是怎麼樣 很重要 所以教宗方基哥有講 方基哥說 請勇敢的舉出白旗走向談判桌 因為趕快把停損 方基哥的意思 並不是說給烏克蘭泄氣 而是說趕快把握停損 你如果不再沒有停損 停損繼續消耗 那將來反而得不償失 這個洞越來越大 那不是更陷於戰略狀況 極不烈的態勢嗎 所以他認為整個戰事發展 對烏克蘭是不利的 是 文教老師沒有終戰嗎 我覺得 其實他一直要強力去徵兵 但代表是 烏克蘭現在要做長期戰跟消耗戰 那當然剛剛這個將軍也提到過 據說你持續的去 包括去徵兵去 尤其是女性來 那當然這數量增加其實很難改變 現在戰爭的一個現狀 是不是很難去改變了 那唯一的怎麼樣 第一個他可能要國際合作 國際合作包括北約 包括美國的支持 那當然還要加上他的裝備要改善 你看這個烏克蘭 這個俄羅斯 他在整個一個裝備 還有他的這個戰略上都非常靈活 一直有加班等等這些 那等於是 這等同是你烏克蘭要跟他做 長久戰跟消耗戰 你可能必須要做一個準備 那當然包括剛剛講到一個心理的問題 現在心理戰也非常重要 我們要去認知作戰 因為我覺得這個無形的戰力 才是戰場的關鍵要素 其實要應該此時此刻也要去 強化烏克蘭他們的這個戰場 這個士兵官兵的一個士氣 然後第一個 也要讓他們敢於作戰 勇於作戰 那當然還有就包括這個認知 這個信息的操作也是非常重要 這樣才能夠對內能夠激發 軍民的士氣 對外能夠爭取到國際的一個支持 跟一個合作 好 接下來我們來關心玩軍武 我們來看看現在英美又在持續聯手 要再增加對俄羅斯的制裁 那主要的原因就是他們看準到了 這個重金屬的交易 我們來看到畫面上 倫敦金屬交易所已經被要求要禁止 交易俄羅斯它所新供應的鋁 還有銅跟鋰這一些新的金屬 先前我們特別介紹說歐盟制裁新疆棉 結果我們現在看到德國的軍火大廠 缺少了活藥棉就做不出炮彈了 這一次禁止是來自於俄羅斯的 包括鋁通涅能夠立刻就找到一些替代的方案嗎 大使怎麼看 我想應該都是西方國家已經找到替代方案 它才會禁 它如果沒有討到替代方案的話 它不會禁的 所以這個是很現實的 那不過你可以看俄羅斯 它的這個鋁電銅它總價 它年出口額2023年也不過150億美元 其實量不是很大 你禁的話就是說其他國家會不會受影響 其實以俄羅斯在這個三個金屬的這個 在全球的產量來講 佔比也不是那麼高的 那150億就能夠動搖俄羅斯的經濟嗎 我覺得也未必 那麼西方國家對俄羅斯才聽說已經上萬象 上萬象 可是有把俄羅斯打垮嗎 也沒有打垮 對不對 那有把俄羅斯的經濟徹底弄垮嗎 也沒有 不過我覺得西方國家這一方面是 蠻怎麼樣 蠻偽君子蠻虛偽的 有一項金屬他們都沒有金 就是鈦 鈦 鈦 這一項金屬事實上是 飛機上面要使用的 德國 這個俄羅斯是大宗 所以我覺得這個 美國其實還有西方國家 在這一次的這個俄羅斯戰爭裡面 各種制裁手段充分顯示他們 這個自私自利的一個做法 那也是美國在國際影響力 大家對美國信用力快速下滑的很重要一個原因 是同樣一個問題我想繼續請教將軍 如何看現在西方國家對於俄羅斯的制裁 我們可以看到其實俄羅斯的經濟上去年反而 GDP還是成長的 好像沒有受到什麼太大的影響 您如何看又這一回又限制的更多的這些金屬原料 能夠找到替代方案嗎 您如何看 我認為因為俄羅斯它沒有受到影響 是因為俄羅斯是原料供應國 大家都需要原料 包括石油 包括天然氣 包括礦產 甚至包括古物 糧食 俄羅斯也是輸出國家 變成這樣 這些東西沒辦法做替代 大家都需要這些 如果這些沒有這些的話 會有相關的就是工業會造成停頓 沒有這些原料會造成停頓 當然我們叫北大西洋工業組織 西方國家對俄羅斯它有做經濟上的制裁 沒有錯 但是問題是其他國家 像印度就拚命買 因為我買的價格還是有低於市價的三分之一 北韓也在買 大家說你不買 那其他國家買 其他國家撿到賺到 換句話說對俄羅斯來看 俄羅斯還是有這些市場 沒有影響 所以俄羅斯在這方面 不送美元交易 那我們要買收入部 必要的時候收人民幣也可以 變成這個狀況 其他國家買 中國大陸也要 因為中國大陸是最大的人員進口國 剛好跟俄羅斯有4000公里的邊界 剛好過來 你過來吧 好 關心來另外一個戰場 就是在烏俄戰事持續之下 俄羅斯加大炮火 人力對烏克蘭狂轟猛攻的關鍵階段 我們要來看到了 美國現在把矛頭指向了中國大陸 這一次是指控中國大陸私下偷偷協助俄羅斯 在這場戰事當中 美國官員透露說 從去年開始 俄羅斯大約有9成的微電子產品 其實都是來自於中國 而大陸在此戰事中提供了 包括在項目上有無人機 飛彈的技術跟消化棉等等 光是在去年 第四季就有7成的工具機 都是來自於中國大陸的 而這些技術可以協助俄羅斯生產導彈 還有坦克飛機其他的武器 美國官員也認為 中國大陸對俄羅斯的援助 是蘇聯時代以來最大規模的一次援助 而針對美國的指控 我們來看到是中國駐美國大使館 趕緊跳出來駁斥了 他說 中國不是烏克蘭危機的製造者 或者是當事方敦促美方 你不要干涉中俄之間我們的正常關係 這場戰爭打下去 我們看到目前俄羅斯已經奪取了 烏克蘭至少有四個州了 這當中包括了先前我們帶您看到 盾內茨克 赫松 札波羅勒等等 戰士對烏克蘭已經很不利了 但是最新情資也顯示 俄羅斯的軍隊準備在接下來 今年的春天跟夏天的期間 都會來發動大規模的一次攻勢 而英國的前指揮官巴斯倫 他也指出俄軍 現在正在以5比1的優勢 在前線來戰鬥 提供包括了在火炮 彈藥跟兵力上面都是增加的 他更進一步指出烏克蘭今年 就會輸掉戰爭的風險非常高 因為烏克蘭人自己都覺得 贏不了這場戰爭了 再來我們看到烏軍方面 這一位是總司令 塞爾斯基他說 烏克蘭的東線的局勢是明顯惡化 即需要高科技的武器來突圍 最新也包括了在德國跟英國方面 都相繼提供武器 接下來更大規模的一場戰爭 恐怕在五六月會如何來演變 今天專家會來一次幫我們做解讀 先來看看這個美國情資顯示 中國大陸暗中協助俄羅斯軍工武器 真實性有多高 請問委員 烏克蘭打輸這場戰爭 是現在才知道嗎 我看在座兩位跟我一樣 在2022年知道他一定輸 因為這個是一個高度的不對稱的戰爭 不是不對稱的作戰 你不管用什麼方法 都沒有辦法彌補這麼大一個差距 因為俄羅斯的優勢太明顯了 他不是一兩場戰役能夠講得清楚了 俄羅斯整個整體的作戰方針也很清楚 因為地內薄河以東在過去十年 烏克蘭軍隊在那邊扎了至少有15個軍事上的堡壘城市 現在大概都被挑光了 查思夫亞大概是歲數了 只有一兩個而已 挑光了以後 在這種軍事堡壘化的城鎮 後面就是一馬平川 就直接到了地內薄河 那俄羅斯為什麼突然在準備地內薄河海軍 那海軍跑到河裡面去的 可是他已經在組了 就表示說 反正這幾個城市我倒了 接下來地內薄河就化解 第二防線 分治很簡單 你就根本沒有能力往前進攻了 對於烏克蘭當然我只能同情他們 就是說他們一開始戰略沒有想定 他如果當時的主政者 折倫斯基不是他 而是現在這個伊朗的總統 那局面就不一樣了 他換了兩招 好啦好啦我不參加北約這樣可以了吧 不要吵了吧 就結束了吧 贏的是誰 還是烏克蘭 對 所以一個沒有政治腦筋的人 當總統就以為 美國會給我錢 會給我武器 拜登叫我打 我這麼多武器 那我前面一打 因為我俄羅斯真的要退回去 我就很強了 那個老軍真的有問題 戰爭的總量不是這樣估計的 你現在俄羅斯軍隊 俄羅斯軍隊在地線上 能夠舒服到什麼程度呢 可以每個月輪掉 都可以 我就是派你上去 而且老兵沒有新兵 新兵都在後面 新著急的兵都在後面做補給 做那些替代的工作 都是老兵派到前面去 那打一個月頂多兩個就回來 整補這樣 所以不會疲憊 烏克蘭根沒有刺空權 沒有刺空權動不動就要挨打 你什麼 那個愛國哲防空導彈 他拿一個匕首就把你打掉了 為什麼 你根本沒有辦法偵測匕首的彈道軌跡 就是吃定這個虧就吃定了 所以防空沒有辦法 制空沒有能力 那陸軍底下挨打 士氣當然會大幅衰退 責任士氣不是在抱怨嗎 說我叫他們撤退 那不該撤退的先撤退 然後 那個要先撤退的時候忘了撤退 所以就變成被卡死很多這樣 莫名其妙就暫死在沙場 這不是你總統的責任 是誰的責任 就是你們指揮官的責任 所以烏克蘭這一局已經不叫做大進攻 其實你說俄羅斯有在大進攻 也沒有啊 他就這樣輕輕手揮一下兩下 今天炮彈打一打 然後這個精準炸彈炸一炸 無人機放一晃 接下來派個幾個步兵往前衝 就拿下來了 他根本看不到什麼坦克大決戰 步兵大決戰 什麼攻堅戰 完全沒有 所以有很多台灣的黑熊學院說 我們都會用手槍 還有一個網紅說 我們都會用步槍 你在站著那看得到嗎 都是什麼 都是直接命中的滑翔炸彈 其準無比啊 以前我們在看那個當炮彈 剛炮兵的時候 我們根本打不準啊 你很清楚 我們哪來根本打不準 亂打一通 現在不是啊 他告訴你方位多少 啪啪電腦打進去 百花百中 那你步槍 你就不是問題了嘛 所以烏克蘭人現在陷入的窘境 唯一的辦法 就是趕快結束戰爭 因為烏克蘭的人口結構在20歲到35歲 中間已經凹下去了 凹下去了 對烏克蘭來講就是亡國嘛 你告訴我20歲30歲的人口 少掉20% 你這個國家還能撐得下去嗎 不可能的吧 所以我是覺得 不是熬不過今年啦 即使熬得過今年也不好過啦 俄羅斯也沒有什麼大進攻 他就查斯夫亞 慢慢跟你弄 慢慢跟你弄 為什麼 他贏面啊 他贏面啊 他的目的在哪裡 消耗你歐洲 消耗你美國 那等到說好 一樣他要等美國總統選舉 選出來看誰來談判嘛 以前談的是烏克蘭不要籌碼 現在談烏克蘭是越來越沒有籌碼 那你就自己看這辦法 是 好這一場其實不對稱作戰 我們剛剛提到說 美國的情資顯示 中國大陸有暗中協助俄羅斯軍工 可能性有多大 顏老師 如果真的有啊 我覺得烏克蘭應該要主動跟大陸斷交啊 你怎麼可以跟我有邦交你協助我的敵人 然後來 烏克蘭跟大陸買更多人 對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真的這麼嚴重的話 就是我幾乎快現在面臨這麼大挑戰 那我當然要跟你斷交 就沒有嘛 就表示說 美國今天你去編故事 那到最後譬如說 假使我們今天在台灣 如果我們今天吃到了俄羅斯的米和麥 我們是不是也是協助俄羅斯在對抗烏克蘭 就是你這個要解釋下去 就我們也都有責任 我們今天喝了俄羅斯的瓦卡 我們也等於是買了俄羅斯的東西 是要全面全部封鎖 那問題是你西方國家都沒有全面封鎖 那大陸跟它是正常貿易的關係 大概也很難把這個帽子扣向大陸 我覺得真的很難 但我覺得 剛才我很同意委員講的 哲倫斯基你去想一想 歷史上兩個最厲害的人 打進俄羅斯 最後都斷雨而歸 你是拿破崙嗎 你是希特勒嗎 你有他們的這個戰爭的這種能力 你的國力有他們那個時候的強嗎 他們都沒辦法打下俄羅斯 雖然你今天沒有進攻俄羅斯 可是俄羅斯是一個傳統的軍事大國 不是那麼容易打敗 所以大家才會 我一開頭的時候 在這個俄烏戰爭爆發時候 那時候我們讀歐洲的 現在當代歐洲的歷史流 很多的戰爭 到最後大家 每次戰爭結束 就第一個 第一個 談和 就是和談的時候 談出來的條件 不通要往列波合走 那還得了 那你 那你損失更大 可是大家都不知道 你知道在談判的時候 大家雙方都覺得 我談 我現在讓 說不定我可以奪回來更多 那有人就跟你講 你現在不讓可能損失更大 所以這個要估計的 那我覺得 哲倫斯基沒有估計得很好 你當初一開頭 其實我也認為聯合國也應該介入 就是說你根本就跟這兩個國家講說 烏東地區由聯合國托管 然後到時候十年之後投票決定 那當然一定還是投獨立了 一定在烏克蘭 但是你讓烏克蘭有個下台階 只損失烏東地區 不會再有 而且也會有buffer zone 那當初談的條件就像委員講的 你今天不加入北約 不加入歐盟 但是你關係跟他們維持得很好 還是有用 但是你就要那個面子 我覺得這也是我們台灣以後外交 有的時候要注意 你需要那個好像虛幅的東西 沒有要到最後反而傷了自己 是好 老師認為說這個俄羅斯 它有沒有進中國武器 從烏克蘭沒有跟俄羅斯斷交 就可以知道 答案就是沒有進武器 但是有一位美國的官員 他是說 他認為說 如果沒有中國武器的投入的話 俄羅斯在這場戰爭其實是難以為繼的 也就是說 這樣子的話 沒有中國支持 俄羅斯這場戰事的結局 就會不一樣嗎 總編 我認為中國的投入 並非武器和軍品 更多的是一些民生的用品 和工業生產所需要的 像機具零件 是想這個俄羅斯他說這個戰爭 董哥他會買的 是想戰爭打到現在 據說俄羅斯的炮彈生產量 其實是之前的10倍以上 10倍增加產能 他已經需要大量的這種工具機 還有廠的生產能量的擴大 那這些哪來 我們都知道這個歐美國家 已經對於俄羅斯實施禁運 因此這些一定大部分是 來自於中國大陸 甚至台灣也有可能 我們講工具機大國都在台中 他沒有賣到俄羅斯 他說我賣到中國大陸 對 那一定是轉口到俄羅斯 另外剛才講的這些電子零件 中國大陸的電子零件 其實這幾年電子工業非常的發達 因此絕對是他替代歐美製品 一個很好的商源 除了這些產品以外 我們這一陣子還發現 大陸方面網站常常說 我們這個能源車賣到俄羅斯 市占比多少成長幾倍 事實上非能源車這種傳統燃油車 還有一些卡車來講 俄羅斯也買了一大堆 尤其是這些卡車非常重要 對於俄羅斯支撐戰爭能量 所謂物流產業 包括你生產 包括你裝備相關的運送等等 都要靠這些重型卡車做苦工 否則你這個戰爭能量 絕對會被大幅削減 而這一點事實上 你也不能怪中國 歐美國家不賣 你產生的一個商業銷售的空缺 自然而然就由中國大陸這些卡車 或者車輛來填補 這你也不能怪中國大陸 當然其實除了這些產品以外 我認為對於俄羅斯來講 更重要就是穩定它能源的出口 還有它盧幣 維持一個比較堅挺的一個狀態 我覺得認為這一點 中國大陸向俄羅斯買大量的 原油 天然氣 還有就是像糧食等等 這些都有助於俄羅斯 在這個地方維持它比較好的韌性 中俄之間的相關的交易 到目前為止 你還沒辦法看出 有十足的證據證明 中國大陸有賣軍事武器裝備給俄羅斯